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包粽女王月入十萬 十秒包一顆 端午節快到了 很多粽子店已忙翻天 員工們都在加班趕工中 高雄傳統老店或加肉粽 每到端午節旺季 一天就要包二到三萬顆 數量是平常的十倍以上 天啊 這是要增加多少人手才包得完 不用擔心 他們有兩名包粽子達人 平均十秒就可包一顆傳統粽子 像他們買來不及的 他們又抓住包粽子 每個人都身體很積極 更特別的是 他們還是越南外籍配偶 時來台後才學會包粽子 他們的薪資是按量計酬 包多少顆賺多少錢 平時的月薪約有四萬元 現在一天工作十二小時 月收入可超過十萬元呢 叫我第一名 但是最近食材大漲 南部多家知名粽子也約漲一成 不過有業者強調 是因為今年食材用的較好 才調高價格 否認漲價 且還打趣說自己也天天在罵掌 每天就在賣這種東西 罵掌是什麼東西 罵掌你不知道嗎 罵掌 罵掌 陰罵掌 當新聞 綜合報導